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19年7月22日 星期一 昨天香港的示威游行发展的是越来越烈了 本来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 我看到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他们就是到了中联办 警察来驱散 然后他们就散了 散了之后 我以为就完了 后来有网友告诉我 没有 他们又去了上环 在上环的那个地方 然后又跟警察对峙 对峙的过程当中 他们要冲击的时候 警察就发射催泪弹 催泪弹一发射 然后他们就散了 我本来是看到他们到了地铁站里头 然后到了商场里头 我以为他们就散了 我就休息了 结果今天早上我起来以后 我发现 昨天的事情比以前发展的更恶劣了 一个是他们跟警察对峙 他们是不放弃的 一直跟警察对峙 一波催泪弹完了以后呢 他们并不放弃 然后仍然是跟警察那对峙 然后警察又放了另外的一波催泪弹 一直折腾到下半夜 到最后呢 还是散了 警察终于清了场 昨天这个事情呢 他越演越烈啊 他不在于这个战场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战场 那就是元朗 昨天我睡觉之前呢 网友跟我反应说 元朗那边呢 现在没有什么情况 结果呢 今天早上我起来一看呢 并不是的 元朗那边呢 他们并没有放弃 有一个议员呢 他叫林卓廷 他带着一帮人呢 开辟了第二战场 他们还是去了元朗 他们去了元朗以后呢 就遭遇了元朗当地的人民 管他们呢 叫黑社会 香港就管他们叫黑社会的 你听黑社会呢 觉得就很糟糕 很可怕 而实际上呢 他们这些人没有那么糟糕 没有那么可怕 反而呢 他们这些人呢 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 相对于那些个暴徒来说呢 他们还是正义的 他们并不给政府找麻烦 也不给社会找麻烦 他们就比较正义 他们如果是看不惯的呢 他们就会挺身而出 比如说这一次 这些个反送中的这个活动越演越烈 我们就看出来呢 他们反的并不是送中 而是反中 他不仅反中 他也反香港的政府 只要是政府 他就反 而他们的本质呢 其实就是港独 他们就想摆脱中国政府 就想摆脱整个中国 香港独立 他们就是在那些个议员的鼓动下呢 这些年轻人 他们产生了对中国的一个仇恨 他们产生了对政府的一个仇恨 总之啊 就是两个字形容就是愚蠢啊 根本的原因就是愚蠢 林郑月娥呢 还以为根本的原因呢 是社会问题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 给年轻人造成了一些困难 给年轻人心理上造成了一些个创伤 本来呢 想让那些个社工 对他们进行心理上的辅导 给他们一些帮助 让他们对社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其实现在并不是这样的 就是那些议员 利用那些年轻人的愚蠢 来鼓动他们 现在这些议员呢 他们鼓动了更多的人 昨天呢 还有一个游行 就是那些社工们的那些个游行 那些议员们鼓动他们说 现在政府呢 把这个社会矛盾的这个球呢 踢向社工 社工就应该把这个球再给他踢回去 那昨天这些个社工那个游行呢 他们的主题就是这样的 不要用社工来解决政治问题 这个政治问题的球 还是踢回去 由你林郑月娥 由你政府来解决 而他们反对派的这五大诉求呢 是政府永远都不可能解决的 他们提出来这五大要求 也是让你解决不了 直至把政府搞垮 让林郑月娥下台 其实林郑月娥下台 也不是他们的目的 林郑月娥就算是下了台了 他们也罢休不了 梁振英是上一届 香港特首 梁振英在台的时候 他们也一样天天游行 让梁振英下台 梁振英下台之后 又产生一个林郑月娥 他又要求林郑月娥下台 第一届特首 有董建华 那位老先生 他在台的时候也一样啊 你就是每一个 你任凭谁当特首 他们都会老在游行 说让你下台 董建华其实是很有政治头脑 很有经济能力 各个方面都很强的 我在以前讲过 董建华呢 曾经提出来 三个振兴香港的这个想法 他的三个想法都非常好 而且非常的超前 如果按照董建华的 那个想法来办的话呢 什么现在的Google啊 什么现在的Amazon啊 这些一概都应该是 香港的企业了 就不是什么美国的企业了 甚至包括华为 对吧 可能香港就出现了一个 比华为更强的一个企业了 但是不听啊 反对啊 就天天反对游行 其实香港人的游行呢 并不是今天更有的 并不是今年夏天更有的 打从回归之后 香港人就喜欢上了这个游行 把游行示威 作为一个娱乐项目了 到了周末 就跑到街上来游游行 闹一闹 打一打 打警察 不过还好的一点是什么呢 我在以前视频也说过 香港的这些游行啊 幸运的一点是什么呢 他们不放火 他们不砸商店 你看他们 就是跟警察对峙 他就曾经冲击了立法会 在立法会里面搞了一些破坏 然后呢 他基本上都是对的是警察 他不去砸那些商店 他也不会去烧路边的那些汽车 你看前两天 法国的那个 法国在国庆节的时候 对吧 那些个黄背心 又出来了 一出来就烧啊 建了路边的车就点火 不过呢 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有一个危险的症状 有一个危险的现象是什么呢 我看到说 这一次他们也点了火了 不知道是什么目的点了火 这次也有点火 我没有看到图片 我也没有看到录像 但是我就看到新闻里面提了一下 有人点了火 而且呢 香港警察捣毁了一个军火窝点 炸药窝点 在那个窝点里面 有什么汽油弹呀什么的 燃烧弹之类的 那也是很危险的 不知道再发展下去的话 会不会发展到那个程度 好 再说回来元朗这一次 这个林卓廷呢 他就带着一帮人就去元朗 那元朗的那些人呢 他们也是准备好的 事先都已经开过会了 穿着白背心 穿白衣服 白衣服对黑衣服 因为那些示威者 他们穿黑衣服嘛 然后他们拿着伞 他们有一些生理特征 他们元朗的这些人呢 就冲到了地铁站 到了地铁站之后呢 就看到那些穿黑衣服的 他们认为呢 那些就是示威者 他不过他们也看得很准啊 那些人就是示威者 普通的老百姓 他们是不打的 有一些的媒体现在报道呢 都是说元朗人殴打市民 其实元朗人没有殴打市民 他们殴打的就是那些示威者 包括议员林卓廷 我转发了好几个视频 我把好几个视频 网友发给我的 整合在一起 放到我的频道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那个里面 一开始呢 他们就发生了一个对峙 好像有人还受了伤 在地上有血 林卓廷呢 就来了 他来了以后呢 看到这种情况 了解了一下 然后呢 那些个元朗人呢 就知道他来了 就在那隔着那个地铁的进口 然后就跟那对骂 后来呢 他们可能是要上那个地铁要走 结果元朗人就追进来了 追进来以后呢 就在那个地铁车厢里面 元朗人在车厢外面 然后又跟他们那样对打 这个打的过程当中呢 应该是林卓廷也受伤了 他的嘴巴那块受伤了 好像他的手伤也受伤了 之后呢 这些个示威者可就不依不饶了 然后就谴责这元朗人 他们暴力 他们手段残忍 他们没有人性 这样从各个方面反正谴责他们 就忘了之前 他们是如何打警察的 忘了之前 他们如何的 把警察的手指都咬断了 他们如何去对付普通老百姓的 他们如何围殴普通老百姓 他们还围殴一个普通的女商人 那个视频我们大家都看得到 对吧 现在他们就不依不饶 开记者会 现在呢 他们还到警察局去示威 要求警察抓他们 警察呢 也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们呢 还声讨警察 说警察反应慢了 这就不是之前说 警察都是一些烂警察 警察都是一些个黑警察了 指责警察打警察 然后指责呢 警察来晚了 昨天晚上实际上 他们就报了警 当他受到元朗人的压力 阻力的时候呢 他们也报了警 警察接到报警之后呢 就来了 来了以后呢 当时他们已经不打了 警察呢 当时就在做一些个调查 什么的 这些示威者呢 就林卓廷他们这一方呢 就认为警察的反应就不够 他们认为 警察来了以后 就应该把那些穿白衣服的 都抓起来 为此呢 警察还开了记者招待会 哇 在那个记者会上 那些记者现在可凶了 可猛了 然后质问这警察 为什么不抓 打算怎么抓 都做了什么 质问的咄咄逼人 完全就不像之前 开记者会的时候 没有人去 问警察说 有没有抓到那些个暴徒 没有人去问 就连冲击立法会 那么严重 然后那些记者 也没有向警察来询问 或者敦促警察 赶紧查办这件事 把匪徒抓起来 把暴徒抓起来 并没有 然后现在远朗人出手了 然后他们就对警察 咄咄逼人 恨不得把那个警察吃了 那警察就说呢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警察来了以后呢 他们双方已经不打了 那你也不能说 见了穿白衣服的 就把他抓起来 也同样不能说 见了黑衣服的 你就把他抓起来 你也进行调查呀 警察在现场呢 都验了他们的身份证 都收了他们的身份证 警察呢 之后会做调查的 然后那些记者就问说 什么有汽车运来了铁桶 铁通 我不知道铁通是什么 运来的铁通 说有没有抓那个 运铁通的那个车 警察呢 对这个也表示呢 说不知道 听说了 由车往这运那个铁通 不知道这个铁通呢 运到这儿是干什么的 是给哪一方运的 但是这个呢 现在还在做调查 希望呢 市民如果了解情况的话呢 也可以给他们提供情况 而且还留下来了电话 但是那些记者呢 也不依不饶 我们都知道 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 记者 媒体 是跟这个示威者 是一边的 有网友呢 很幽默的说 媒体的中立是什么呢 就是立在中间 挡着警察 不可以去抓那暴徒 挡着警察 无法抓暴徒 这就是他们的中立 就立在中间 是干这个的 媒体啊 还确实是 以前呢 我对这个西方的媒体 我就觉得他们 还是很中立的 你就是报道嘛 干嘛需要有偏向呢 你就报道事实 这事怎么回事 对吧 以前我就觉得是这样的 后来呢 就听川普老说 假新闻啊 说这些记者 都是些坏人啊 什么的 我就觉得川普 有点太过分了 但是我现在我觉得 我越来越同意 川普的说法了 这些记者 他们有他们的目的性的 很少有记者 中立客观的 真的很少 而且他们不起好作用 从元朗这件事情上来说呢 我认为这些示威者的 这一夏天的行为呢 已经是触怒了一些群众 元朗人的这个反应呢 我觉得代表的不仅仅是元朗 如果元朗这边 有这么多人 对他们这些黑衣人 这些抗议者 有这么大的情绪的话呢 那其他的人 其实也会一样的 元朗人 开了这个头以后呢 不知道 在香港 会不会引起来一个连锁反应 会不会有其他的民众 也起来效仿 见了黑衣服就打 会不会形成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接下来呢 应该会发生一些个流血事件了 事态呢 会越演越恶劣了 我前面呢 觉得比较幸运的是 他们没有烧 他们没有杀 但是呢 后面会不会发展到那种程度 会不会发展成了 两派的一个斗争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示威的这一方呢 我看到 他们有一个 对于社会上说 示威游行这么长时间了 也该收尾了 他们发表了一个说法 他们就说呢 这算什么 这根本就不算什么 如果相对于西方国家 起码如果相对于韩国来说 韩国曾经发生的是三十多个星期 还是二十多个星期 如果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游行示威的话 香港这个只是开了个头而已 我刚刚收到有网友给我发的 说是事态发展是越来越大了 他们屯门那边也收到通知 这个通知呢 是这么说的 屯门那边呢 他们通知大家 说请大家今天下午四点到十点 不要去元朗 因为十八乡已经邀请屯门蓝地村 青砖围 新庆村 桃园围 泥围 中乌村 杨小坑等等 都一起去元朗帮手 化明有工具供应 剑穿黑衣服上衣戴口罩的 势必上前行动 请大家小心 就是他们现在联合的人呢 越来越多了 就像我刚才所担心的 他们会联合的人越来越多 因为这个示威游行的这一下天 他们的暴力越来越多 见到报道里面 从视频里面看到他们那个暴力的 越来越多 那人们呢 就越来越讨厌他们 越来越反感他们 反感到一定程度 那些有血性的 就会来付诸行动了 因为警察现在呢 基本上 只是还扮演的是一个警察的角色 而没有扮演一个被迫害者的一个角色 就好像这事跟警察没有关系似的 还是蛮欣赏香港警察的专业性的 他们的专业精神 还是挺可嘉可庆的 尽管这示威者呢 这一个夏天 基本上都在针对警察 都在打警察 但是呢 警察并没有跟他们对打 仍然是在维持社会秩序 但是人民就不一样了呀 那人民呢 看到了以后呢 尤其那些有血性的 像元朗村民一样的 比较有性格的这些人呢 就会路见不平 而拔刀相助 现在呢 看来屯门这边 又发起来了 请18厢的人都去支援元朗 好 这个视频呢 先跟您说到这里 有什么进展呢 我会及时的跟大家通报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